各位藏伙大家好 今天给大家介绍一个象牙的性差 这是一个清末民国左右时期的外销的物品 那么像这样的物品说是性差 其实就是一个广东出口的这么一个工艺品 是否外国人会拿来当性差呢 这就是不清楚的事情了 我相信应该会很少有人使用它 因为它是作为一个工艺 作为这么一个牙雕的展现 那么这样的物品在斯福比加士德 大家也可以查到 在国内的博物馆 比如说广东省博物馆 比如说深圳的市博物馆也可以看到 但一般的物品应该是象牙类的物品 展示属于是最后的这几个相对是比较重要的物品 因为它相对比较稀少 它稀少的原因一方面也是因为它的尺寸相对比较大 因为大家可以看到 比如深到这里面 可以看到 这里是一块相牙这个情况 所以它是由三块相牙拼起来的 因为一颗牙它的直径 就是它最多也不可能说有多大 对吧 因为这个物品相对尺寸是比较大的 所以它是几块相牙 一块合并起来 最终组成了这么一物品 当时外销的 如果说艺术性呢 我觉得跟其他的这些 中国书画啊 或者瓷器啊 等等各方面比起来呢 可能会有些欠缺 因为大家了解这个广东十三行 和了解当时出口的这个外销的工艺品的话呢 包括有很多相牙的名片盒啊 相牙的其他的工艺品呢 其实它这个文饰呢 是比较雷同比较重复的 但是呢作为这个中国牙雕的一个记录呢 我觉得它还是有它自己的一个意义在那边 那么接下来呢 我们来逐一的来看这一个性差的具体的这个雕刻情况 我们把这个相牙竖起来 然后我们来看一下就是它的整体的这个雕刻的这个情况是怎么样一个状态 相信可能很多藏友呢没有见过这类的物品 那么我觉得可能又比较有意思来给大家介绍一下 那这个物品当然是拍卖行来的 那么这个拍卖行呢 其实大家知道2011年以后呢 就是这个相牙因为不可以在国内交易了嘛 在中国大陆保护大象 那么相对呢 这类物品这个价格呢 就受到很大的这个影响 所以在海外看到了 因为我认识它 所以我也知道这个东西挺有意思的 错这么大不容易 所以呢看到呢就就买下来 纯粹是自己好玩啊 那么看到在上面 最上面这是西洋的这个花卉啊 因为这是外销的物品嘛 中间这个太阳花这儿有一个孔 大家看见没有 那么这个孔呢 其实就是用来给大家挂在这个墙上啊 那周边的这个纹饰呢 是相对比较传统的这个雕刻的纹饰 两边呢有两条这个龙鱼 因为龙鱼大家知道 就是鲤鱼跳龙门啊 跳过去之后呢就变成龙了嘛 对不对 所以呢这个故事其实挺有意思的 那么 它两条龙鱼在这儿 可能对外国人呢也不太清楚 觉得这是什么东西 长了一个龙的头 但是却是一个鱼的身体 他们不了解中国这个 鲤鱼跳龙门的这个意思 那我们看到接下来呢 比如说是这个里面的这个雕刻的这个纹饰啊 其实这一类的这个当时的这个很典型的雕刻的纹饰呢 绝大部分都是体现当时的日常生活 我们看到比如说这对夫妻啊在这儿坐着 可能是一对夫妻也可能是一对友人吧 在这儿坐着 它虽然在象牙上雕刻就是工艺品 但是大家可以看到它这个衣服啊 跟乾隆时期的这个就是潘去碗呢 上面的这个满大人的服饰其实是差不多啊 非常具有时代特征 那么接下来呢 我们看到一些这个其他的一些在劳作的人啊 挑的这么两个桶啊 接下来有人划的小船 那么包括这个楼阁 厅台楼阁里面的小亭子里呢 还有包括这个脸部啊等等啊 各方面呢 其实雕刻都是比较精美的 虽然说它是工艺品 但是呢 呃 我觉得各位藏友在海外 应该对这类物品应该是很熟悉的 因为它也很有它的时代特征 那么它很有它的很典型性啊 包括这个妇人拿着一个包袱啊 这么一个情况 它其实虽然这么一个画面啊 但是它有层次感对吧 它有它有远近之分 然后呢 这个房子啊 有些房子里的这个小的窗户还是打开的啊 好那我们再接着往下看 那下面它既然是性差的话呢 它自然有很多这个一档一档控着 可以放心的这个地方 那么它分别呢是各种不同的这个 一些日常生活中的一些画面 一些场景啊 我觉得对这个外国人而言也比较好奇 因为 呃 中间的各种物品呢 都是照着当时就是 中国是什么样呢 就是什么样来的 对吧 它这个房子啊 包括这小凳子啊 包括等等 各方面啊 都是如此啊 包括就是在小桥上 大家看到各形态 各异这些人的表情啊 各方面 那么这其实是批丝工艺了 大家有没有留意到 它的背后啊 就是这个背景啊 它是把这个象牙 披成一条条的细线啊 然后呢 作为背景 然后呢 在上面这个雕刻出的 这样的这个画面 呃 其实做工呢 确实是非常的 呃 费时费力 那么 呃 所以做这样一个物品呢 我相信这个是 花的时间呢 成本呢 这各方面还是比较大的 我相信在当时 这类物品的价格 应该是比较比较贵的 呃 我也不相信说 外国人买来会正儿八经的 当一个性差去用 啊 尤其这样象牙的这个物品 那我们接着看 下面这个纹饰 下面这个纹饰 大家可以看到 这日常的这个场景 我觉得中间这位老板呢 这是老板吧 这是老板啊 旁边是他的夫人啊 大家可以看到 他的雕刻 这个衣服啊 这纹饰 虽然这个其实已经非常非常小了 可能这个小人的脸 可能比一个火柴头 还应该要小 但是呢 雕刻的还是相当不错的 那么他在这个院子里坐着 旁边应该有仆人吧 对吧 仆人可能给他拿着这个吃饭的这个家伙啊 放在这个一格一格的里面 给他拎过来 然后呢 这位这位老爷啊 可能是这么一个场景啊 在那休息 然后呢 吃点什么 喝点什么啊 旁边的这个仆人的这个穿着打扮 我觉得也很有趣啊 呃 很有时代特征吧 我觉得啊 所以这雕刻 其实雕刻挺好 挺好 虽然说呢 它是工艺品 它并不能算上是艺术品 这是我个人的感觉啊 因为在那个时期呢 这类物品呢 就是重复度有点太高 呃 但是呢 每一个门类里面 我总觉得那个最高级别的那一个 就是做的最繁复的那个 我还是比较感兴趣 去拿来看一看 是怎么样一个情况 那么再往下呢 看到是一些 这个夕阳的花卉啊 等等 其实它这个线条 大家有没有留意啊 其实跟这个呃 瓷器上的这个绘画是很像的 非常非常像 基本上整个那个时代 差不多就是呃 追求差不多一样的这个表现啊 这艺术表现 虽然这个象牙嘛 但是它这个雕刻呢 总体上而言还是很流畅啊 非常的不错 那我们在侧面 我们来看一下 它整个这个雕刻的这个情况 呃 从侧面我们看一下 它雕了些什么 呃 从侧面我们可以看到 它这个一档一档的这个情况吧 其实这是准备的是给插各种便条啊 或者各种信件啊等等 那么关键呢 我们来看一下它这个雕刻 那么它最上面呢 它站着一只鸟吧 应该算 这鸟有点大啊 是不是一只鹰或者什么 不清楚啊 呃 它至少努力尝试的 把上面的这个每根毛都能给 给雕刻出来 对不对 然后接下来呢 我们看下面有一个 呃 一位朋友手里捧着一个兽桃 还是什么东西啊 它整个衣服啊 这个纹饰啊 飘动的这感觉啊 确实做得非常不错 然后呢 再往下呢 啊 这可能是一个喜鹊 站在这个梅花上吧 啊 有可能是这情况啊 这可能是梅花啊 看到 这还有 那么 这儿是另外一位 另外一位朋友 那么这个衣服的这种感觉啊 相对其实是挺棒的 那么底下还有一位朋友在下面啊 那么这个底下呢 还有一只 应该是一只羊吧 在那下面 包括这个树枝的 这个雕刻的这个情况啊 再包括这个底下啊 这个冻石的这个情况 呃 我觉得整体 其实 整个味道的表现呢 各方面其实还是不错了 可能应该是 当时这些物品的价格 也不会便宜的 这么大的这个象牙 所以当时定制这类物品呢 我相信 如果说是定制象牙类的话呢 这个应该是属于是 路份比较高的啊 那么价格比较贵 所以做工呢 也比较精美 那么它呢 是两个面啊 这两面呢 这个雕刻呢 那边呢 侧面也是这样的啊 呃 所以大概呢 就是这样一个情况 反正它只要是 呃 整个正面和侧面看过去 就是它雕刻是满工的 雕得非常的精美 如果大家不是看视频 如果上手的话呢 会有更加直观的这个感受啊 比如在这个广东省博物馆呢 或者等等一些其他的中国大陆的博物馆里面 啊那我们再来看一下这一面 那么这一面呢 这个顶上呢 前面这个介绍了 就是中间那个眼呢 是用来悬挂啊 挂在墙上 那边上呢 这是龙鱼呃 的这个情况 大家看到这个雕刻 这个鱼啊 这个一条龙头 那底下呢 应该是一个仙姑类的这个呃文士 那么边上呢 有一头 应该是一只小羊吧 那底下是这个 这个如意祥云 啊 再往下呢 是这个小树林 然后里面还有其他的仙女 啊 在里面手上拿着各类的这个物品 啊 再往下呢 这应该是树上还站着鸟 然后呢 底下这一位朋友呢 是拿着一个钱 啊 那个发财 吉祥如意 呃 在底下是这一些这个雕刻 这个花卉呢 确实 其实跟这个瓷器上的这个是一样的 这个花卉啊 这包括有各种禅制连啊 西藩连啊 各种 呃 传统的这个 一些文士 这儿还有仙鹤啊 底下 这是一些底下的这个花卉 那么 呃 另外一面呢 这个情况呢 是 是一样的 这个雕刻的整个这个情况呢 大概就是这样 这物品呢 尺寸比较大 呃 我相信呢 就是对各位藏友而言 就是中国象牙虽然说现在这个因为不能交易 所以这个价格呢 市场价低了之后呢 这些专业的这些古董行的朋友可能就不去下手 也确实是带不进这个中国大陆的这个海关了 那么但是对于我个人而言呢 我觉得如果是我啊 看到这类物品 比如说是在盘培行出现 然后或者在一些古董店出现 那被人家认为这是像 就第一呢 人家也不了解这是什么 第二呢 好像也不太尊重这个东西 那么 对于我的情况下呢 呃 我还是会把它买回来的 因为毕竟对于我们而言 这个东西没有秘密 我们知道它所有的这个情况来龙去脉 呃 那么这是它反面的情况 它反面的情况呢 是这样 大家看得很清楚吧 它是由三块这个象牙切成片之后呢 就是组合起来的 它背后呢 还有一个小纸袋 这个小纸袋里呢 其实是装了一些 它可能一些局部的一些小碎片什么的 可见呢 一般出现这种情况呢 有可能是 呃 一些私人藏家 就是确实是比较真爱他 那么 把它的这个整体的这个状况啊 一些破损状况啊 等等啊 各种啊 就是整理的就是 呃 有的还用那个图案给画下来 就是哪里可能缺掉一块局部 局部呢 在这儿 今后呢 可以修复 那也有一些呢 可能是博物馆 比如说是 就是退下来的 一些私人博物馆 比如说是 藏品要更新换代等等 啊 那么这也有可能 呃 或者说是一些专业的一些古董店的修复呢 也有可能会写一些详细的一些情况 那么呃 整体呢 这一块 这个物品的情况呢 大概就是这样 给大家介绍到这里 呃 我不知道大家是否 喜欢这个物品 或者觉得呢 很有意思 或者觉得呢 觉得做工有点太反腐了 啊 欢迎大家发表各自的意见 非常谢谢大家收看这一期的节目 啊 谢谢大家